内地新能源汽车业正经历芯片短缺危机 公信部强调高度重视芯片发展 会继续加大行业减税力度 有好运报道 一场暴风雪 加一场地震 令美国和日本的主要芯片生产商停产 全球芯片供应即时紧张 中国汽车制造业亦都直接受到影响 一月汽车产量按月下跌15.9% 预计短期影响仍然持续 年代在十四五规划当中 大力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也受到波及 在北京 公信部表示 虽然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 但仍然有不少问题要解决 新能源汽车自身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 大家都看好这个行业 但同时我们新能源汽车从技术上 从品质上 从消费者的感受上 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解决 需要我们攻克这些难题 关键之一的芯片问题一直受制于外国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早前就指出 2019年在中国使用的所有计算机芯片当中 只有16%是本土生产 而在芯片设备产业链的上游 都必须用到美国公司实际垄断的技术 公信部指 高度重视芯片产业发展 并且继续加大减税力度 我们发布了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全面来优化完善高质量发展芯片 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有关环境政策 加大企业减税的力度 对集成电路的企业 至这个获利年度开始 减免企业的所得税 虽然官方大力支持半导体行业发展 但效果仍然未如理想 好似投资金额高达1280亿元人民币 并且邀请台积电前共同营运奖 奖上已加入的武汉云生半导体 近日就以武服工服产计划为由 衍散所有员工还未收场 国家法改委去年就说 如果半导体重大项目 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 需要通报文账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雲报道